哈囉,大家好,我是Chris,我又來了 本週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我個人還蠻欣賞的牌子 它的香水種類並不多,只有六款 可是它的這六款屢屢得到國際香水大賽的一個肯定 甚至還有一些香品專家給它很至高無上的評價 雖然說它只有這幾支香水 可是它所給我們那些意境香氛詮釋非常的特別 可能在其他牌子你可能聞不到這些味道 比如說它會有一些聖經故事的一些敏感 或是埃及神,或是妖魔鬼怪,或是天上的天使 或是它的愛貓,孟加拉,寶貓 都變成它的一些靈感的創作圈圓 而這個品牌呢,它是由英國的調香師 Liz Morris所創立的 這個女生呢,她個人如果你有去追蹤她的IG的話 你會發現她的形象相當的中性 她喜歡穿一些豹紋的服裝 然後常常穿一些過世的一些馬靴 而這樣子的女生呢,她對一些比較上文感的花果香 她比較的沒有那麼喜歡 她反而希望說玫瑰花,還是茉莉花 要有一些男生或女生可以穿的形象這樣試人 而經過她獨到的詮釋 她認為香水就是要走中性,男性兩性都可以穿的 然後就設計了這一套香水跟大家見面 OK,好,我們現在來開始來介紹它的香水囉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的這一支呢 是他們家最經典的一支 也是調香師本人呢 她自己說的她的一個簽名氣味 最能代表他們品牌家的特色 這支的香水呢,我個人覺得它非常的黑暗神秘 有點煙燻 它有點像是另外一個品牌 就是House of Marcherish的一種風格 那它在我身上呢,我感受到它就是一種有點類似古埃及那種金字塔 然後金塔底下那個塵峰的密室 那種老老舊舊昏暗啊 然後又有點木乃衣啊 那個棺材啊,棺木躺在那邊的感覺 它非常的獵奇喔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喔 它一開始穿在我身上的時候就有一種 我被嚇到的感覺 它會有一種畫木澆油啊 還是一個塵土飛揚的那種大爆炸 就有點像是一個戰場 就是發生很多刀光劍影的那種感覺 可是說的也奇怪喔 它可能經過像阿努比斯 它是一種埃及神嘛 就是它會帶領很多王者 然後經過一個黃泉之路 然後去投胎嘛對不對 那它就有點類似這樣 它的香氣一開始就是很 不知道我們該怎麼形容 就是你會有點 它到底要詮釋什麼東西 可是你過一陣子之後 就有點像是我們轉世投胎 然後去重新做人啊 你會感受到 這個味道 怎麼跟剛剛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它有點讓我感覺 有點類似威士忌的 那個泥美的那種味道 泥美的那種感覺 怎麼變成那種美食啊 然後有點美酒的那種氛圍 這隻阿努比斯呢 它呢它用了方紅花蠟橘 還有一些格容呢 來形容這個阿努比斯 它一種狐狼頭的一個外表 有黑的皮膚 可是它不會有太多的一些 動物性的一些香蕉在裡面 它反而就有點類似 這位神呢 它就是在黃泉路上 就是靜悠悠的陪伴你 就是走完這一段路 它透過 應該是有檀香跟乳香 這種讓人家心靈沉澱的味道 然後陪伴著你 然後這樣子的一些 這個味道啊 它在後來 它比較像是 它本人的形象就是這個樣 就是一個女生 她非常的中性 也難怪啦 這支香水 它從一開始有點類似 就是汽車排氣管的廢氣 廢氣大分發 然後轉變成類似那種 威士忌的泥米味 加上一些容格的皮革調 這整個來說 非常的大驚奇 如果你喜歡這種 非常相當獵奇 又想要不曾有過的 想像空間的話 這支香水呢 它絕對會吸引你的首選 阿努比斯很讚 再來下一支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它非常可愛的一支香水 叫做紅色孟加啦 我本來以為 這個孟加拉 會不會就是 孟加拉老虎的 偽靈感 來有一些動物的氣息 結果 它一噴在我身上 咦? 怎麼會這麼可愛 這麼的親近討好人 後來去看它的官網 因為它是 調香師 它很喜歡貓咪 而且它養了一隻 孟加拉爆貓 它以這隻爆貓的傲嬌 忍厭 然後有時候很喜歡 跟你撒嬌的那個型態 然後做了這支 紅色孟加拉 這支香水 那這支香水呢 它主要是以 還有一些木藥 還有一些樹脂 還有一些琥珀 最大宗 然後結合了蜂蜜跟香草 來做堆地 然後它雖然是 孟加拉爆貓為靈感 可是它其實 主要是捕捉魔尼 這隻貓的皮毛 還有它的一些傲嬌的個性 它反而有一些動物的 這個騷門 在這支香水裡面完全沒有出現 你會感覺這個香水 就是樹脂虎波味非常的明顯 然後它有點可愛到 讓人家覺得好像 它要跟你來做一些撒嬌的行為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喜歡貓咪那種 愛理不理啊 然後它又很漂亮 像它那個孟加拉爆貓 它就是皮毛有一些漸層的感覺 它可能在這裡是用肉桂跟琥珀 有點棕色或是土黃色來做一些氣味上的交織 然後它的個性呢 它有玫瑰 可是玫瑰完全藏匿於它的琥珀樹枝裡面 就是冷厭傲嬌 可是它絕對不是說 我是一個玫瑰霸土這樣的 這樣的那麼外放的氣息 不是它就是一個傲嬌 因為你在那邊看你到底要幹什麼 就是那樣的個性 就很像這隻貓的高傲 我覺得它把這個孟加拉爆貓的那種型態 模擬得非常好 而且它也非常的好穿喔 如果你是貓女 拜託這隻這隻你一定會非常喜歡 真的把它收下來吧 好 下一隻呢 是他們家也是賣得非常好的一隻香水 它叫做煙草玫瑰 Tabacco Rose 這一隻香水呢 是調香是依據了虛哥的靈感 然後它對玫瑰的另一番見解呢 它想要使這隻玫瑰花呢 可能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它加了一些甘草 來捕捉這個煙草玫瑰的特質喔 那這一隻玫瑰花呢 它其實標題叫做煙草玫瑰 可是它其實沒有 沒有任何的尼古丁二手印的感覺 充其量呢 它可能就是一些做一些甘草 還是廣闊香給予我一些 比如說會有一些土壤啊 還有一些輕易的象台的一些詮釋 那煙草呢可能沒有 我覺得它做得很 讓我很喜歡 因為我個人是不抽煙 我聞到那種尼古丁玫瑰 我覺得非常的討厭 可是它做的是一種 未燃燒的那種甘草煙草 加上一些玫瑰花的堆疊 那它的質量呢 它的玫瑰花跟廣闊香結合的質量呢 我會想到Tiziana Tarenzia的那個紅月 還有FM的女人的字畫像 就是玫瑰跟土質的結合的非常的平衡感 那再從它的一些香氣的那種濕度來說啊 我個人也覺得這支香水啊 如果MFK的黑皮啊 它沒有烏木 它就會是類似這個樣子 質量非常的醇厚 踏實 就已經幾乎到無可挑剔了 那這支香水也是 要像是給任何性別的人 都可以穿的玫瑰花香水 它會有玫瑰花的精緻 有土壤的芬芳 還有綠蜜橡苔的那個綠絲的感覺 非常的不一樣 給玫瑰花呢 有另外一番的見解 來下一支呢 它叫做樹妖森林女神 這支香水呢 它是調香師的女兒Jasmine 她寫了一些詩歌靈感給她的媽媽 然後她媽媽就依據她女兒的詩歌呢 做了這個這支香水 那這支香水呢 它主要的呈現是白松香和橡樹苔的堆疊 它就是蠻綠的 如果你是喜歡綠色調粉絲的話 這支樹妖絕對會是你的菜 那它除了白松香和橡樹苔之外 它還加了水仙 OK 這三種的香氣成分呢 它會把酸、把色、把它腐爛 這三種氣味巨大化 然後再透過橡樹苔有一些潮濕啊 一些雨淋的感覺啊 你會感覺這個就是我踏入了什麼 亞馬遜的雨淋的感覺 非常的潮濕 非常的綠意氛圍 泥土 原始芬芳 而且這個森林呢 是未經任何的人為去破壞 整個森林綠意保持得非常的完整 那這支香水呢 我想到一個音樂家 他叫做史特拉馬斯基 有一個春枝記的音樂 如果你想要對音樂呢 跟香氣有更多的了解 你可以去聽一下這個音樂 我覺得就剛好符合這支香水的特質 OK 那如果這個音樂來 對大家來說有點太過複雜的話 我直接簡單來講 就是有一個蝙蝠俠 裡面有一個人物叫做獨藤女 我覺得蠻適合它的形象啊 就是走到哪裡都會有一些綠藤蔓、綠樹枝 然後有一些棕色的那個土壤出現啊 我覺得就是這支樹腰的一個形象詮釋 真的很特別 希望你喜歡喔 好啦 介紹了這麼多隻怪力亂神的一些妖魔鬼怪 那這一支呢 我們回到了我們最喜歡的小青青的部分 也是他們家很討好人的一個支香水 它叫做宛若天使 它主要是詮釋春天女神 它在春天呢 然後掃漏一些天使粉塵啊 使地表上的一些花園啊 開始生長起來了 那它如何形容這個天使女神呢 它用了那個鴛尾根的粉質 白到超級白 白得非常徹底 然後堆疊了一些甜甜的蜂蜜味 那這個蜂蜜味是從哪裡來的呢 應該是從那個金和歡 金和歡的蜂蜜感 來堆疊這個蜂蜜味 然後它有一些桂花的香甜啊 一些果香啊 然後這三個天使成分加在一起 來捕捉這個宛若天使的女神的感覺 那其實它的構圖非常簡單 就是鴛尾根的粉 然後金和歡的蜂蜜 再加上桂花的一些果香甜 會變成大家非常喜歡的那種 天使純白無瑕的那種美麗的感覺 它的構圖很簡單 可是它不會讓你感覺到很無趣 因為它非常的真實 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這麼漂亮 這麼天真無邪的感覺是怎麼樣的話 這隻網絡天使一定讓你一秒噴下去 就讓你感覺哇 哇 原來世界這麼美好 這個也是我第一隻收的一隻香水 我個人覺得它 對小星星的粉絲來說的話 真的很值得購買喔 好啦 以上六隻都介紹結束了 個人真的覺得這一排蝴蝶香水 它每一隻都有很獨立的故事 而且都非常的異想天開 天馬行空 你在其他的品牌都聞不到類似的味道 如果你想要讓生活多一些趣味的話 多一些故事性的話呢 這一排的香水絕對是你的首選 OK 如果你喜歡 今天Chris幫你介紹這個品牌 請你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週見 拜拜 今天整個 kleine收客 你們看一定呢 看很 now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